大家好,我是尹燕 这是我最新的作品 生命密码第三部 瘟疫传 微生物来到地球 34亿年到38亿年 人缘相依别 也就是几百万年的时间 人类要不停地适应微生物 甚至没有微生物的同意 多细胞生物都不会产生 微生物是一个大家族了 大家熟悉的细菌、病毒、真菌 还有像一些立刻刺激体 一元体、致元体等等 这都是他们家族的 我们很难说哪一种最厉害 但是比较成功的 比如说比较狡猾的艾滋病病毒 可以广泛地去让我们感染 却不太致死的 比如说普通流感病毒 再比如说历史上杀人最多的 像天花病毒或数伊二森菌 以及此刻正在全世界闹腰的 新冠病毒奥米克罗珠 我想他们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人类应该学会跟自然更好的 和谐相处和微生物共处 全球首例女性艾滋病治愈者出现 我们能消除艾滋病吗 我想这是医学上目前已知的 第三个痊愈的案例 前两例分别叫 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 而这是一个纽约病人 他们都是感染了艾滋病毒后 又罹患了白血病 那么通过一个特定基因亚型的 这样一种骨髓移植 使他们一举两得了 既治愈了白血病 又因为这个共体细胞 天然对艾滋病毒免疫 而使他们的艾滋病病毒最后取清 这几个都是奇迹 也给我们看到了 人类是可以战胜艾滋病的 一个可能的方向 当然我想尝向的药物 包括针对艾滋病的疫苗 全世界的科学家们 也都在努力地开发者 终有一天 我相信我们会远离 艾滋病所带来的困扰 但新的病毒还会来 越来越多的论文已经支撑了 我们今天脑肠微生 这个轴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讲 会调节我们的吸收 影响我们的情绪 甚至去干预我们的各种的健康状态 人缘相一别之后 我们人脑的快速的发生发展 从最开始 原类的只有几百毫升 到今天的人类的1400毫升的 这样的一个神经的变化 使得我们的大脑皮层越来越发达 而这个过程中 今天我们才明白 这里边少不了移动微生物的推波助澜 如果你尝到的微生物 它的状态比较好 那么大概率 你是吃得香 你也睡得着 你的情绪自然也就 非常的容易跟世界取得自洽 反之 它们会作乱 它们会释放各种各样的内毒素 去影响你的免疫系统 内分泌系统 去影响你的神经系统 让你觉得 可能整个人都不好了 所以 其实我们在过去所理解的 很多的心理活动 都有它自己的物质基础 包括我们的内共生的 这样的肠达菌群的系统 所以学会和它们和谐相处 实际上也是我们和这个自然 和平相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基本上是我们和谐相对 模特意有一个 一个大致 可以